大家好 我是菜刀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新的一期视频 本期视频主要也是这个直播的时候打的录像 也是两局这个卫国的局 都是关于理点的 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卫国在这个当前的环境下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强度 还有理点这个武将到底有多么多么的bug 当然我们这个并不是说一个 这两局并不是说像有的朋友想象的那样 你一个理点帮击帮击出来三个卫国 或者四个卫国直接开团获胜 我们这个应该都是 这两局都是这个人数非常战烈式的一个局面 看看到底是怎么样 会发生了什么 好的第一局 我们这个选项框有四个卫国 只能选四个卫国 然后其他三个势力分别各一个 没有马腾 没有孙策 没有弥分 这个选项框理点是百分之百要选的 理点配曹仁的话就先对来说偏弱一点 要么选理点月进珠联闭合 就是摊一个珠联闭合 加半血摸牌的一个爆发 然后真机的话是有这个方差 还有落神爆发 还有这个防御 各有利弊 当时呢我选择了真机 然后我们看看这局游戏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局录像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速度呢 可能会放的比较快一点点 直播讲解的语速呢可能也会比较快 因为我们是一号位 所以说我们要刷输出牌 直接刷量 没有毛病 然后落神的时候一定要刷个卖一点 等一等刷了一个司马懿 我们拿了一个简易码和桃子 放弯件启发 下家没有掉将 后面的人呢都没有这个掉血 那感觉好像都不对了 有一个人出来了 这个给我们放牌 我们只能九杀下家了 看看能打死一个九杀 火攻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卫国打三血不卖的 这个灯爱已经出现 他不可能是血液对吧 然后打死了一个 然后我们继续去打那个三血不卖的 两个决斗 看看能不能继续击杀掉一个 诶 托管了 哇哦 兄弟们此时此刻就感觉 非常的犀利 对吧 我们这个 这波这个 手牌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爆炸 主要是什么呢 打死了两个 一个鲁素孙权 一个陆迅孙上香 这个就感觉特别的bug 真的是 神一样的开局 这个时候多么希望暗价有个队友啊 暗价如果有队友的话 我们三打三 应该是压力不大的一个匠面啊 感觉我们很强 然后结果这个三四五呢 都吃了飞味 那我们现在可能只能把 希望寄托于我们上家身上了 只能希望上家是位过 而且灯爱的副将呢也不卖血 感觉好像鲜弱一点点 但还行是个张疗 感觉强度也还不错 因为我们有一个无血葛基 就是我们这个乐大概就能出来 而灯爱呢还有一个无血葛基 诶不错 我们有点无血葛基 还好这个有点反无血啊 不然的话出不来了 然后灯爱已经上家打无血可击了 灯爱顺他一下 杀他一刀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徐胜 徐胜拆了这个诸葛联弩 四个无国已经被我们灭掉了两个 也是非常悲伤 现在我们跟灯爱啊 可能要面临一个2打4的一个局面 就感觉很难啊 因为2打4有大桥的话真的是很难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这个洛神去爆发啊 能不能爆发去限制 限制或者快速的打死一个 毕竟这个灯爱张疗也是有排差的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 呃比较难受啊 但是这个我们两个人就在牵手上 所以说我们这个在桃子一出的时候 赶紧把这个牵手连环给解了 不要忘戏敌人 冰凉寸断 我们这个只忘戏灯爱啊 这个把四个人的铁锁给解了 要不然一会来个九属因杀 我们可能要凉 下家呢也是被冰凉了 没有洞 杀我们一刀 那我们就出个闪 这个大桥 魏妍和徐胜 也不知道现在什么身份啊 不会是个隐姓家吧 大桥吃一颗桃子 大桥没有方片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魏妍 借刀 我们这个出杀了 因为我们的斗外应该有闪 那也是张良是偷的牌 偷完以后呢 对吧 刚才还看 好像还这个忘戏过 那闪的概率应该挺高的 还自己还开过带牢自己的回合内 所以我们杀啊 不要把这武器给魏妍 另外呢 顺了一下大桥 其实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是 魏妍是好一点点 但是这个杀徐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这个局面 我们肯定是杀死徐胜的话 是最好的 这个杀徐胜的话 他不会丢加一马去移城的 除非他是闪 如果你丢加一马的话 手牌会被顺 这个徐胜呢 开了个雾骨封灯 因为他有这个国无线 我们被国无线了 还是比较伤的 开了个无中生友 然后拆了我的 把我的手牌扒光了 但是还好他没有额外的输出 不能压我的血线 那感觉还是可以接受了 落伤的爆发一波 就感觉有点错 如果拿一个无中生友还不错 然后我们可以乐一轮大桥啊 这一轮 但是当时呢我想了想 我还是去乐这个岸匠了 我觉得为什么 因为乐岸匠的话比较贪一点嘛 杀他一刀 压他一滴血 我压他一滴血 我自己再往隙一下 然后再把它给乐上 就感觉比较赚 然后他被乐以后 留两手牌的灯案还能偷的一下 所以就感觉这个稍微赚一点 没有乐大桥 贪啊 但是大桥这流呢 果然还是不应该贪啊 大桥这流没有断乐啊 这流终于摸到了方片 魏妍呢也是非常短啊 这个也是很正常 感觉魏妍的主将 可能是一个什么 赵云啊 什么祝容什么的 没想到吧 然后灯案呢 继续偷两个蜀国的 偷完以后 弃牌呢表示断杀了 甘宁徐胜 甘宁徐胜表示这个 把灯案的加一碗拆了 要不然魏妍没有距离输出很难受 把八卧队拆了 何仇不破敌 这是要跟灯案与死亡破了呀 击鼓于此 灯案一致四方 还好那个魏妍跟甘宁都有加一碗 将来这个灯案能动的话 还可以把加一碗送回来 这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一张无险可击 莫死一张无险可击的话 可以保住灯案这轮不太那么容易 被乐中 我们先开个代牢 给队友存个田 那这个手牌的话 感觉就没有输出了 但是可以把孟霍给冰上也是不错的 把孟霍最后一张手牌给拆掉啊 因为孟霍刚才是被乐的这个手牌 冰上他 孟霍空城了被冰 那估计是什么都干不了 孟霍最害怕冰量存断了对吧 孟霍来了一句 简直行行行 不知道什么意思 应该是骂人的 就已经骂人了 表示受不了了 我们这个无险可击要留着 保这个不能让灯案这个中乐 但是大潮方便 大潮把桃子丢了 那估计手上没有桃子了 为什么呢 因为灯爱有四个田 他害怕被顺 灯爱有闪吗 哎呦 灯爱没有闪 无言千万不要是张飞无言 还行不是张飞 那么灯爱可以偷 偷完以后呢 可以给自己顺加一马和白银狮子 保护自己啊 感觉还是不错的 灯爱这时候去看了一下大潮的副将 不知道为什么 看大潮的副将有什么意义吗 也不顺装备 这个四个田 留着干嘛呢 兄弟 灯爱大哥 非常的可爱 那感觉这个队友有点错不错啊 灯爱的这个素质感觉不是特别好啊 他就说人家是这个周泰 这个我们不要拿mr7啊兄弟 不要拿mr7 因为拿mr7 那么梦霍也忘信不了的 雷杀 我们这个局啊 优先打干宁跟梦霍 因为温炎跟大桥不好杀 此时我们铁锁他们两个人 杀他们不要忘戏 手牌没有一出 看梦霍 起 起了一个藤甲吧 藤甲穿上 然后大桥继续乐这个邓爱 邓爱不知道四个田 为什么不顺 可能是上轮忘掉了 这轮的话应该会顺吧 我们有一个无限啊 那应该会想办法让他出来 那么温炎杀我们 那我们就 不要再出闪了 冠师傅了吧 我们要留着这个闪去防这个徐胜 给他打个无限可击 没想到吧 邓爱这轮把那个魏银的 冠师傅 还有嘉银马 白银士都可以考虑顺了呀 或者是把干宁的顺了 干宁的牌 红装备留在身上可以移成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邓爱大哥 又是非常可爱啊 没有用田 留着田不知道要干什么 没看懂 我们这不但是邓爱大哥 用了一张铁丝连环 感觉还不错 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酒火沙啊 兄弟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孟霍跟这个干宁在铁锁上 而且有个藤架 我们摸了一个铁锁 哇 真的是牛 必要兄弟们 来了一个酒火沙 那我们就没啥好说的了 四雄剑 求火沙 非常暴力的一波输出 四雄剑还能摸一张牌 那么孟霍要求桃子了 会有人救他吗 好像又没人救 孟霍也来是个关羽 那孟霍也死了 这男人心可以放了呀 因为他不能背锅了 这个我们是肯定不会忘戏敌人的 这种情况下 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决斗死这个许盛 决斗一下 大乔有留了一颗桃子呀 然后我们继续放南蛮入侵 看看能不能打死这个许盛 真是一个赵云啊 邓爱还有沙 邓爱没有吃沙 邓爱大哥也是特别幽默 还留了一个沙 邓爱说我要留沙 吞田不能输出 这样的话打死了这个许盛 就感觉很犀利了 我们吃一个桃子过 就OK了 这个关键启发呢 就不要放了 真的 因为这个关键启发的话 你打不死大乔跟赵云呢 你会压邓爱的血线呢 我们没有桃子 万一邓爱被撒死怎么办 这时候这个大乔就火攻了一下 这个邓爱啊 我们打了一张温戏可击啊 不要害怕被热了这个时候 为什么邓爱如果被火攻一下 赵云一个九杀邓爱可能会死啊 此时我们还是要这个优先这个 保这个邓爱的命啊 毕竟邓爱有五个田 哇哦 真的有个九杀 对吧 因为赵云无言确实憋了很久啊 这个邓爱啊被冰了 但是没有关系 只要能活下来就行了 你能把这个赵云的装备给顺光就OK了兄弟 你就 你就大功告成了好不好 我对你没有什么 你没有什么 谁占到先机 谁就胜了 哪里走 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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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杀一刀 能回个血吗 如果能回个血就好了 毕竟他有白鱼狮子啊 看看我们能摸个带牢啊 或者摸个够差什么 帮他回个血啊 邓爱乐一下这个田 邓爱发现 诶 我怎么有这么多田没有用啊 之前一直留着田不守得用 这流突然发现 诶 我怎么这么多田啊 然后就突然把田给用出去了 我们这流就不挂简易嘛 去杀这个赵云了 我们是优势局 我们做好防御就稳赢了 不要那么 不要那么刚 反正杀赵云一刀意 倒也没有那么的大 慢慢打 稳 稳 稳得很 留得良田在 何仇不破敌 赵云裸摸距离和杀 但是灯爱有闪 来 剩下这个杖八十毛 刷一刀 没有什么太太问题 我们留了一颗桃子 保灯爱 灯爱两个田 还是非常有用的 还有加一码 卡着距离 我们这盘看看 能不能击杀掉赵云 能不能来个双杀牌 诶 不错 虽然没有来双杀牌 但是来了一个多杀牌啊 这叫什么 多点伤害牌 九杀 带走这个云妹 这样的话 我们一个满血的真基底点 再加一个队友 这个张莱奥邓爱 去打一个大乔周泰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任何压力 零手牌 已经不屈的大乔周泰 大乔周泰 摸了个南乔二心 邓爱没有杀 那我们救一下 这个肯定是要救一下的 这个就不要忘戏了 大乔真的是神抽啊 摸了一个南乔和决斗 把这个邓爱给打死了 这个就有点尴尬 单挑了 但是单挑的话 我们打一个已经不屈的大乔周泰 而且零牌零高位啊 应该压力不大 没打死我们呢 可能只有这个闪电啊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这个赶紧回血 然后由陶子去防这个闪电 这样的话 大乔就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把顺手给闪出去 因为顺手没有用输不了零的 摸了个无蟹者机 加一马和八卧阵拿了 因为这个过拆跟勒布斯数的话 感觉意义不是特别大 我们先回血啊 怪我加一马有个无蟹 也不是特别害怕闪电啊 看能不能赶紧再找到桃子啊 他杀我们 我们八卦阵探了个萌 还不错 哇谁 那我们这轮这个手盘呢也是 呃不多 感觉也不用弃牌 没有打这个就不用打无蟹了 拿个万剑和桃 感觉拿两个桃子呢 意义也不大 拿一个就可以了 一个桃一个无蟹 一个加一一个八卦阵 还不是非常稳啊 到后面单挑的话 感觉就没有什么好去讲解的了 这一局游戏呢 主要就是给大家看看这一局四龙无国 真的特别强 我在直播的时候一直在讲 第一轮永远永远是魏国的节奏 国战第一轮永远永远是魏国的节奏 魏国你不要怕人少 你只要起手的牌够好 你们是可以以少打多的 为什么 因为敌人的牌都没有调整 他手上可能留的都是这个 比如说装备啊 锦啊 他还没有调整成为这个防御型的基本牌 所以说这个敌人是很容易被你们击杀掉了 一旦过了第一轮 甚至说再过第二轮 甚至说再过三轮 那么所有的非魏国 他们都调整好手牌了 手上留的都是神经好 无险可击 挂上防御性的装备 就真的真的真的很难杀了 所以说前期永远永远都是魏国 第一轮啊 永远永远都是魏国最好的节奏 你看看这一局游戏 四个无国 这个阵容强不强 如果这一局游戏我们不首量 假如拖个两三轮 那么这一局游戏 无国几乎就是魏国阵容 几乎就是魏国阵容 几乎就是魏国阵容 就这个无国阵容 我们四个是肯定打不过的 说吴国几乎就是魏国阵容 吴国非常非常的强 我们敌人存在 但是为什么他们输了 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是魏国的 我们没有死 我们作为一个真机理解 我们直接出来钢了 把四个无国给钢死了 而且这局游戏 我们一共有六个敌人 全部都是我们杀的 就差邓爱张辽不是我们杀的了 刀爱张辽如果也是我们刷掉的话 那么这一局游戏 我们可能就是完成一个 七杀的一个记录对吧 当然这个 七杀不是七连斩啊 七连斩是七连斩 七杀是七杀 我们这个有个桃 进拿桃子带牢 刷一刀 两个桃 这个大桥真是坚挺啊 天然久不驱 也不知道还在坚持什么 不愿意投降 非常的坚挺啊 灯爱呢也就是没有走 也不知道为什么 灯爱在看什么 灯爱说我想看你带我躺赢 这个大桥说你帮你能帮我集齐十三张吗 我当时在直播我说 哎呀算了帮他一下吧 救他一次吧好不好 我只救他一次啊 不能多救 为什么呢 因为马上要到新台队了 万一他摸了个闪电 神抽把我劈死了 后面的事情我就管不了你了 我救你一次吧 其实不应该救他的 但是他说出来了 我就觉得不帮一下吧 又不合适 但是我帮吧 又不想帮到底 为什么要帮他 万一帮到底 万一帮他帮到底 把我自己给帮输了 我不是得不偿失了吗 人心险恶呀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下一局录像 废话不多说 下一局录像 依然是有三个卫国和三个群雄 这局游戏我们依然是选到了李典 因为李典这个武将 节目效果特别好 那么李典配夏欧敦的话 是一个偏防御型的武将 然后李典配徐晃的话 是一个偏进攻型的武将 当时呢我在直播 我说咱们选一个刚猛一点 选一个徐晃吧 出来干 然后下家有一个逃跑啊 不知道是为什么逃跑了 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李典徐晃啊 这个棋手非常尴尬啊 八号位 然后刷了两下手气卡 两刷一闪 感觉也还行吧 就这样了 然后一号位节 弃牌弃了一个无险梗 和一个和两个刷 二张抢了手量 也挺好的 这样的话就没有可能 就不会有大嘴出来放箭了 要不然大嘴出来放箭 扛不住呀 哦 这哥们儿跳了一个明无啊 丢了一个八国正和勒布四处 还有一个铁村连环 二张表示二张你想要哪个 就拿走哪个 对吧 二张拿了八国正和勒布四处 三号位呢 表示丢一个三天刀和 寄冰表示你跳舞 我也跳舞 咱就看看谁在装 谁装逼谁是孙子 对吧 表示我也是吴国的 那么这个人这个好像 就跳了一个飞舞 两个顺势心 然后顺下了三号位 这个跳舞的暗角 开了个南面七 那应该是石锤飞舞了 然后五号位呢 出杀 然后五号位来了一句 感觉有人要野 那五号位也是吴国的吗 这个也不知道二号跟三号 到底是不是真无啊 反正跳的确实是非常非常像 最起码应该不是魏国 我觉得魏国人 不会这么打 魏国人打国战不会这么怂 他说了一句感觉有人要野 果然是一个 果然是一个这个 吴国的 这个时候孙权徐胜啊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挂装备啊 但是他可能丢不出来 这是孙权徐胜 只要保证二张洞就好了 如果真是四个吴国 一定要保证二张洞 不要乱来啊 这个孙权徐胜 不要乱来啊 这个这个问题 我之前讲过很多很多次 然而孙权徐胜表示 我是一个萌萌的妹子 我就是要杀 我大吴国开团 对吧 我大吴国开团 我就要杀三血暗角 哎 然后二张一万张牌被翻面了 那么这样的话 二张应该是非常绝望 非常绝望 这个时候那么多张牌不让洞 我就表示我是威国核心 这时候因为这个 简直充足 二号位跟三号位呢 看起来又非常像吴国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得帮一把袁绍啊 因为要不然拖下去可能 如果我们还在防袁绍 可能打不过了 我就决定忘记一下袁绍呢 然后把牌呢 尸体牌呢送给曹批了 看看有没有机会 赌一下这个 有一个群雄 赌一下一个群雄 赌一下一个群雄 袁绍什么的 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 曹批带我躺赢啊 毕竟袁绍射完剑以后 如果曹批还活着的话 那么所有的敌人 都是残废的状态 然后袁绍放箭 曹批出了个闪 曹批表示不想卖血 然后我们看看袁绍 放箭放箭 继续乱击 那我们也是按照 我们刚才最近的方案 继续忘记 因为这个局 如果我们好好打 就感觉打不过 真是感觉不好打 这时候逃跑的人 居然是群雄的 袁绍摸奔了 非常尴尬 不知道曹批有没有给曹批留曹子 曹批把这个二号尾给放逐了 也没有什么问题 周太亮枪 真是什么说的 亮出马藤继续放箭 曹批打了一个国务蟹给我们 然后这个马藤杀了一道这个181 然后没有杀死 这个181在我们的眼中 应该是个无果的 我们直接双亮 拿个这个外界启发呢 应该是要拿掉 因为不可能拿这个无流剑跟闪 但是外界启发不敢放啊 因为不能确定曹批有桃子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 只能先去决斗一下这个孙权啊 看看 诶 这个无蟹给这二张的骗出来了 那就只能杀一刀 下家这个无国人了 应该 他应该是个无国人 没有兵 没有别的办法呀 这时候没有杀死 就只能去堵 只能去堵就会变了 但是在堵旺剑之前呢 我们会先把二张给冰上 堵一下 是这个放旺剑启发 希望打死现在能收到桃子 要不然曹批要死了就我奔了 赶紧忘戏啊 看能不能找到桃子 哇 没桃子 曹批自己有桃子嘛 这个曹批大哥有没有桃 哇 曹批大哥非常非常厉害 感动 然后这样的话翻了二张 然后许胜孙权也被射死了 这个时候那个周泰啊 这个有两手牌 我觉得草皮牌 应该把周泰保证自己连都好一点 他就觉得自己这个周泰被冰了很稳 但是总感觉很危险 很危险真的 我们拆一下周泰吧 因为草皮现在可能一张杀就会死了 可能 然后我们火攻一下这个二张 看能不能打死二张 二张居然有个九 反正二张昏灭了 我们就忘记他 这个南帽亲 其实我感觉应该可以放啊 但是我想了想算了吧 万一草皮没有杀怎么办 但应该就有杀的啊 想想还是算了 别忘记了 这时候我们就是给他冰一下了 因为当时我犹豫了一下 要不要吃那个桃子 我最终决定还是吃了 如果不吃的话 只能有两手牌 很尴尬 但是想想吃这桃子 吃的还是有点冲动的 万一这个周泰有一张杀保 草皮杀死了就哭死了 真的就哭死了 草皮十张牌 还要周泰没有杀 但是周泰不知道为什么 把这个一口酒给空喝了 二张不是给固正的吗 难道是害怕草皮把他伸走吗 草皮弄一辆远见进攻 还有周泰没有杀啊兄弟们 真的很 其实这个桃子不应该吃啊感觉 草皮怪师傅去杀这个二张 我们刚才给二张丢了两张闪啊 不知道二张手上 是不是只有那两张闪 因为袁绍放剑的时候 他就没有闪了 我放关键的时候他也没有闪了 然后草皮挂了一个简易码和连组 表示先干掉袁绍 二张翻面了不着急 其实我觉得可以先杀二张了 二张又不是周泰 而且二张应该大概率没有逃了 可能就那两两闪啊 不知道他那牌多就不敢杀 然后草皮这时候去杀周泰了 我表示很尴尬啊 为什么不去杀这个二张呢 但是周泰真的很不争气啊 三不七都倒掉了好像 那看来草皮大哥非常远见 草皮大哥疯狂的领装备 能不能吃点桃子 不要给二张丢闪 好害怕的给二张丢闪 不错不错 怒斥两桃 然后还乐上了二张 这就感觉非常非常的nice 我们之前给二张丢过两个报 不知道二张什么牌 这时候我们拿了个GG比 但是我也不想看二张 因为你看不看 都是要杀他的 我们放这个AOE啊 先往西过牌 对吧 草皮先往西一下 把他给放了 再说 这个我们做一个徐晃 这个碧梁村那非常的易出啊 这也虽然尴尬 原来是一个阿笨 这个时候我们就 只能顶个装备了 因为不顶装备的话 要给二张丢闪了 或者是丢一个五六剑 和一个黑鲨 我也不愿意给他丢牌了 鲨要留着输出的 草皮 杀一刀 可惜是个红鲨 然而这个红鲨杀完以后 阿策就投降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孙策手上没有闪救头了 孙策的手上 应该是没有闪救头了 估计一张杀就死了 所以说就投降了 我们看下曹丕的牌 曹丕的牌 还挺尴尬的 曹丕这个牌 其实要给二张丢牌的 曹丕可能会丢两个 无限给击给二张 这个决斗他 或者丢一个无限跟一个决斗 我们看下阿策的手牌 五谷丰登 杀杀 朱雀玉扇 铁锁连环 代劳 韩冰剑 三尖刀 知己之笔 勒不思索 八卦阵 杀杀杀代劳 所以说二张投降也是没有办法 无奈之举 这一局游戏其实就是 里点的确实很强 当然草皮也很强 这一局游戏呢 其实也是一个反面教材吧 就是这个孙权大哥 或者说孙权妹子 对吧 起手这个在很像很像四个无国的局 而且这个貂蝉 华佗已经逃跑的情况 在这个局面里面啊 他去杀了一刀三血暗奖曹批 把十几张手牌的二张给翻面了 然后他们就崩盘了 其实如果二张能动的话 二张的回合 那也真的随便动 随便打直剑直剑装够过过牌 然后把这个马唐一乐 他有个乐不思索嘛 肯定优先乐下架嘛 把马唐一乐 这个局其实无国 基本上就已经稳赢了 鲁肃陆逊干净一动 基本上就稳赢了 此说兄弟们 我讲过很多很多次 非魏国大国开团 永远永远不要去杀三血暗奖 尤其是你觉得他非常像魏国的情况下 永远不要去优先杀三血暗奖 真的 你万一杀一个曹批 你们可能就崩了 当然如果你说我已经预估好局势了 这个局势我们优势非常非常大 我们即使杀了曹批 他放逐了我们两个人 我们都不会崩 如果你已经预估好这个局势的话 那可以杀 否则的话真的不要随便去杀三血暗奖 真的 这局游戏就是典型的一个反面教材 当然也从这个侧面 这个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里点啊 真的是非常强 曹批也非常强 这局魏国以少打多 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的一局 里点曹批举吧 虽然这个不是这个里点曹批双将 好的 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大家对我这个视频有什么意见 可以在下方留言 如果大家有什么打的比较精彩录像的 也可以发到我的这个 QQ邮箱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